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义好像流水躺下 好像水一样流下 直到公正好像一个壮观的溪流 这个mighty是指宏大的壮观的 这是谁讲的呢 这是明权运动的领袖 马丁路德经 著名的演说 I have a dream 里面的一句话 我们直到用中文的话要翻译来讲呢 就是说直到有一天 当正义和公正像流水一样 像水一样鼓鼓流淌 像溪流一样壮观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满意 否则我们就不满意 直到有一天正义和公正啊 像流水溪流那样鼓鼓流淌的时候 意思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句话作为这个课堂的开篇呢 我们今天这个课啊 我们讲一个主题 讲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雇员的主题 雇乡的主题 讲到种子的主题 我们今天讲一个什么主题呢 就是人和人心的主题 这是文学的一个根本的主题 什么是文学 也是我们这学期 从头到尾一直要询问的 反复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讲一个话题 叫人和人心的问题 我们还是从现实当中来讲 也就是说 我把我最新得到的体会告诉大家 都是我从前没有的新的体会 那么大家知道 最近有一个新闻 可能人们怎么说 从不同的角度来关注它 就是美国有一个华裔的设计师 叫林英的 大家知道吗 这个人是林徽英的 林徽英的侄女 耶鲁大学的一个校董 叫林英的 因为华裔的女士 获得了美国国家艺术奖 奥巴马给她颁奖的 这个又把她评为 什么什么优秀的美国人 什么华人 反正评了一大堆 这个不重要 我很早以前 我提到过这个人 就是我在课堂上 就提到过这个人 我对他的设计 非常的欣赏 而且我认为 他的设计 他的创意当中 包含着一些创作的一些要素 或者我们今天的话讲 叫秘密 那么人们一讲 这个林英 获得了奥巴马颁的奖 马上就去关注她 是林徽英的侄女 又有文章好做 有奥巴马给他颁奖 又怎么样了 又是什么 多少年内的 什么最优秀的美国人 这都是新闻要关注的 文学不管这些 文学他或不或讲 他或什么讲 无所谓 哪怕他默默无闻的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只讲 他的两个创作 两个创意 对我们有启发的 第一个创意就是说 他在1980年 他当时21岁 1980年的时候呢 他大学毕业 要做大学毕业设计的时候 和几个同学啊 到了华盛顿去了一趟 正好呢 有一个同学告诉他 现在啊 国家正在征集这个 设计这个 越战纪念碑 就向大家征集啊 要来设计一个 越战的纪念碑 他当时就灵机一动 才21岁的小孩啊 而且是个华人 说我们为什么 不可以把我们的毕业设计 来作为这个 一个方案呢 来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选中呢 他就设计了一个 越战的纪念碑 所以这个文学史上 不是孤立的 文学史上 还有一个著名的 叫什么 真文 应真的文章啊 成功的例子啊 就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 卢梭 当年 法国国家真文 真了两个题目 一个是论人类社会 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再有一个就是说 论 是论科学艺术的发展 是否有利于 纯丰画素 结果卢梭写了两篇真文 刘芳百世 他是写的真文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很少有这样的真文 我们可以去 如果有这样 类似这样的真文 或者类似这样的题目啊 我们可以去做 简而言之 林英在1980年 她做了一个 应征 她把她的毕业设计 拿去 结果选中了 当时她是怎么想的呢 当时她就有一个灵感 她就觉得 我要用一个小刀 在地上 切开一个伤口 让她一面朝向林肯纪念碑 一面朝向华盛顿 切开的这个伤口 好像两个翅膀一样张开 这是她设计师的 这个灵感 而这个灵感 哪里来的呢 源于 她对人的 生命的尊重和思考 我们回过头来讲 古希腊的 这个传说故事的时候呢 还是要回到这个 这个字上来 普罗米修斯造人啊 俄迪普斯发现的秘密啊 俄迪普斯猜出的 谜语的答案是什么 是人 普罗米修斯 道火为了什么 为了人 当时这个灵音 它有一个什么想法呢 它有一个单纯的想法 一个原初的想法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的 文学是从单纯原初的 原始的感受出发 又回到单纯的想法 它有个单纯的什么想法 就觉得越战死了五万多人 这些人 不应该被忘记 他们的生命 是值得尊重的 不要忘了他们 所以呢 既然他就想到 越战纪念碑 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呢 是一个伤口 是一个人类的伤口 所以他最后呢 他就把这个方案实施了 就是正好他找到一面 草坡 中国人的美学思想啊 就是利用自然 不是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就是顺风顺水 利用自然的 天然的这种形态 正好有一个草坡 他把草坡的这一面截开 正好就像大地翻出来的一个伤口 在这个伤口上 他建了这个纪念碑 黑色的纪念碑 上面写了所有越战将士 阵亡将士的姓名 按照时间的顺序 写了他们的姓名 所以这个纪念碑到现在还有争议 一些喜欢战争的人 一些不敢正视这些越战的死亡的人 当然就否定他这个设计 可是呢 他的这个想法就是来自于 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不是说我突然喝点酒 来个灵感 灵机一动 不是这样 就是说他能够想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人的生命是要尊重的 那么所以他小小年纪啊 能够设计出这个越战的纪念碑 那么大家知道在911之后 911一周年 在纪念911一周年的时候 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这个仪式上人们做的是什么事呢 把所有911当中遇难的 三千多个人的名字念了一遍 没有别的 把他们的名字念了一遍 因为这个名字 也许对我们是陌生的 可是对于亲人 朋友 爱人 他们都是 很沉重的 所以 林英当时他回忆他这个设计 他就在 讲到一个深刻的话题 就说 我们要纪念 越战 牺牲的将士 首先要怎么样呢 要接受这个事实 接受这个死亡的 真实的存在 你不能回避他 这些人已经死了 战争已经发生了 血已经流了 冤魂已经入了土了 首先你要接受 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讲 要正视这个现实 你才可能 纪念他 你如果回避他 你搞一点 子虚无有的 虚无缥缈的 或者说一些大话 你回避了这个 惨痛的现实 回避了这个伤口 的话 那么你就无从谈起 来纪念这些人 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我们要有一个什么伤口啊 历史的伤口也好 是我们民族的伤口也好 我们怎么样啊 很多人有一个坏习惯 尽量地去掩饰它 不要提了 不要提了 提起来大家都不舒服 何必呢 就忘掉它吧 抹掉它吧 不 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 我们只有接受 这个惨痛的现实 看到这个伤口 才能够使它愈合 才能够医治它 前提是什么 就像一个医生 要看好一个病人的病 前提是你发现病在哪里 病得有多严重 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要接受这个现实 那么这个时候呢 林英小小年纪 21岁方林的一个女孩 而是一个华人 她凭什么 她凭她 原初的感受 就是说人的生命是要尊重的 历史的现实是要接受的 不要回避它 最后它成功了 所有的人都没有它设计的好 当然它其中还包含了 中国人的美学观念 就是不要去 生硬地造出一个什么来 而利用天然的一片草坡 把这个草坡的一个横截面 截开了 上面建立起 越战的纪念碑 这是林英的第一个设计 第二个设计呢 1989年 美国南方的一个协会 纪念马丁路德经 就是写 I have a dream 大家知道 是一个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 他在1969年的时候被杀害了 被这个极端分子枪杀了 就像以色列的拉宾被枪杀了 就像印度的甘地 被那些极右的极端分子枪杀了 马丁路德经被枪杀了 这个到了20年 纪念他遇害20周年 这个纪念日的时候呢 美国南方的有一个协会 邀请这个林英来设计 马丁路德经的 民权运动的一个纪念碑 结果呢 这个林英呢 他就找来了 马丁路德经的 I have a dream 这个演说 我建议大家学英语的同学 把这个拿来背一下 保证有用 一点都不难 你们找一个好的发音 拿来背一下 这里面包含了美国精神 包含了美国精神 你们拿来背一下 不长 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就是当年 英文叫什么shock 给这个林英一个shock 给他一个震撼 给他一个启示 给了他灵感 他说 直到有一天 正义公正 像流水一样 鼓鼓的流淌 像壮观的溪流那样 在人们心中流淌的时候 我们才能满意 他就把这个纪念碑 设计成一个 一面墙上 不停地有这个 像这个瀑布 像涓涓的溪流一样 不停地有这个流水 不断地流下来 即使对人们 内心伤口的一个抚慰 更是对正义的一种渴求 一种祈祷 一种用温情 用流水 用和美的 静美的自然来战胜 人间的阴冷的子弹 谋杀 残忍 多好的这个设计 哪里来的呢 我还是 我们在分析他 不是说他是什么名人 他是什么 不是的 我们来分析 这个创意的价值 他 直指人心 他 获得这个灵感的前提是 第一 他有一个作为一个人的 原初的感受 他懂得自然的道理 天然的道理 而不是哪一个人 哪一个流派的道理 就是天理 天经地义的道理 人的生命是要尊重的 同时呢 他去研究美国的历史 当他拿到一个设计的时候 他就去阅读 他就去寻找 找到这个其中能够给他灵感的这句话 理解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创作 我们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我们看到这个创作的秘密在哪里呢 第一 人要有 common sense 就是这种最基本的感受 这种 原初的感受 第二 要怎么样呢 要研究其实其地的历史和文化 研究其实其地的历史和文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一些秘密 发现一些创造的源泉 就是说林英的这个发现啊 和他成为一个创作者啊 我认为是了不起的 我觉得我们华人有这样的人 才是我们的骄傲 而不是说 我们有一个姚明啊 长到多少 两米多少啊 又是得了 投了多少球啊 年薪多少 好像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光荣 我认为我们中国人 应该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内心的 对于自然的一种 领悟能力 来赢得人们的尊重 来 首先要尊重自己 而不是说反过来 我们在 我们要竞争 我们在竞争当中 要获胜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竞争还是这个 丛林的法则 文学的道理 我们这个是文学的课堂 文学的道理 就是和丛林的法则 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我们去看文学史就知道了 大家就讲了 哎呀 在当今这个时代 你这个不是开倒车吗 你这个不是反着说吗 你这个说完了 我们出了这个课堂怎么办 文学就是反着的 绝对不是说 我们要用简单的 现实的逻辑 来做文学创作 也不是说 我们把文学的逻辑 放到现实生活当中去 这样都是行不通的 我们是要划分两头说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大家都讲到 老师你这个讲的不切实际啊 我们现实就是说 我们要生存啊 我们要找工作呀 我们要有能力啊 你讲的这些有什么用啊 没错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划分两头说 就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 坏在哪里呢 什么事情吧 就往一块掺和 什么就往一块掺和呢 明明是个挣钱的事情吧 它要上纲上线 你这个艺术啊 你这个文化呀 本来大家就是 这个是一个经济上的事 我们好好的劳动 把这个钱挣回来 不要谈别的 但是我们一旦 谈文学创作的时候 就不要谈钱 理解吗 这两件事情分开来 对一个个人也是这样 比如说 我想当个艺术家 怎么办 我没有钱 没有钱我要去挣钱 我要通过别的方式去挣钱 养活这个艺术 而不是通过艺术来挣钱 理解吗 如果说我要把我的作品 兑换成现金 变成一个商品的话 我这个作品本身的价值 就画了问号了 就打了折扣了 但是如果 我当我要去面对生活的时候 我把自己的艺术的梦想 暂时地放一放 藏一藏 理解吗 这两件事情要分开 不能说你求生存的时候 我们要谈艺术 谈艺术的时候 他又来跟你谈价钱 这就错了 应该分开来 分开来 这个 这样子时候 艺术就是艺术 文学就是文学 他不能够用商业的价值来衡量 在现实生活中 正因为我们要保护好 我们的文学 艺术 这些高贵的 或者说这些柔弱的 这些珍贵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现实当中 要更加坚强 要站得住 立得稳 立得稳 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我能力很强 再有一种我放弃一些欲望 是这样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